台中警方追查毒品案意外查获枪弹 将黄姓男子依送法办 记者邮政声翻射分享 台中警方追查毒品案 带到毒品通气犯黄姓男子 要押他到住处搜索时 他主动表明自己没有毒品 只有三只 原警果然在他住处找到三把手枪和395颗子弹意外收获 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同步扫荡枪械及毒品专案行动 侦察队与集中派出所共同组成的苏源小组 查获重大枪毒案 初起出黄姓男子持改造手枪三只及子弹395颗 含至式子弹100颗外 并在一旁的白姓男子身上查获毒咖啡包三包 共计期12公克等证物 迅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查署侦办 原警前天在中市某大楼电梯内获悉 31岁的黄姓男子趁黄贤与白男午睡之际 又使白男之灵性女友开门 全副武装的优势警力随即一涌而上 顺利将两人查棄到岸 警方表示黄贤年纪轻轻即染上吸毒恶习 为了应付庞大开销也经常在夜店等地贩卖毒品 黄男为了避免黑吃黑及确保贩毒所得 透过管道取得三把改造手枪及大量子弹分支于精致手提箱内 平日除了随身攜带也向外放话预警将不惜一战 专案小组连日来不眠不休监控 掌握犯贤一行人气 居时间才能不费枪弹即将两人逮捕 台中警方追查毒品案意外查获枪弹 记者邮政生翻社分享 台中警方追查毒品案意外查获枪弹 记者邮政生翻社分享